各位評審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今天來到我們第七屆臺灣小節的中學選 我們從兩千年開始辦第一屆臺灣小節 兩年一次我們秉持著初衷 兩年一次我們時間都沒有拖 時間到了我們一定會辦 我也希望今天之後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事實上我們的燕娜 從我第一天開始就幫我主持 感謝她 她也曾經是我們臺南的鳳凰小姐 也曾經是在遠東航空當過空姐 她都沒講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男主持人 曾經在若干年以前 在大陸的中央電視台主持過中秋晚會 也是非常棒的 你不覺得她很像檢場嗎 有沒有 很像檢場 曾經有人說她是檢場的 不顧熱烈 掌聲 謝謝 謝謝 當然我們的這些團隊 從第一接到現在也是 支持到現在也是我們的理念 所以大家都說 我們是快樂的掃花 也感謝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這次快樂的掃花 讓我們的臺灣小姐能夠走得更好 那我剛剛也是我們的盧真寧在哪裡 盧真寧在去年也代表我們臺灣已經 初期參加過四次的國際性的比賽 待會晚點會跟大家介紹 也希望我們新國的評審 你們今天騙到你們了 我們的來賓 我相信你們也是最佳的評審 謝謝 我們請問這個問題 讓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 在高雄的 這一個金融國際 接下來我們有請到 我們榮維委長主持人也 我們請到郭國勝 郭國師 他是我們 台灣國際聯合國 創意專業的 發展協會的 他的 我們曉得他應該是會長 然後再加上他也是我們 新會醫院的這個 新會新醫院 謝謝 新會新醫院 那在這裡呢 非常感謝 我們臺灣小姐學妹 協會的理事長 潘理事長 我們國委會長 我們非常有權威的 我們在座所有的 我們的評審 以及呢 所有今天與會的貴賓 家長團 還有 我們辛苦的工作人員 大家好 謝謝 我們臺灣小姐學妹啊 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的艱辛 我們潘理事長剛才有 跟各位報告 兩年一次 那這兩年呢 從北中南的出賽 初選 然後經過副賽 經過游泳比賽 泳中比賽 不是游泳比賽 因為我太辛苦了 國府比賽 可以說一兩個禮拜 就一次的活動 非常的艱辛 我看他們這樣子一路走 我都覺得非常的尊敬 與敬佩 那我們今天選到總決賽 基本上來說 所以今天參與了嘉莉 我覺得他們都已經 可以說都已經達到最高的書種 他們都已經是我們的 臺灣小姐的代表 那接下來呢 當然 今天是最緊張的一刻 選完 有些嘉莉還要代表我們國家 到國外去 繼續的 去 跟其他國家的嘉莉去 尋 尋尋 所以我們 寄予他們 最高的期望 我們也希望 今天大家能 秉持著平常性 你們都已經是 臺灣最 漂亮的一個家裡了 所以呢 今天無論結果如何 大家都是 全臺灣最漂亮的家裡 那我們也在這裡 我們 寄予他們 最高的期望 也希望 今後 他們能為我們國家 到海外增光 謝謝各位 那也祝各位 今天 我們大會今天 圓滿成功 祝我們所有的歸賓 我們所有弟弟 和家長團 我們評審 還有我們 可以說 好